在31日晚进行的2024年 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战比赛中 坐镇主场的中国女排 1比3不敌日本女排 输掉了这场关键之战 对于两队而言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 因为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 三战赛事结束后 胜于奥运门票将根据 实时世界排名进行分配 而亚洲排名最高的队伍 必定可以获得一个直通席位 如果能够击败日本队 中国女排基本可以确保 亚洲第一的排名提前登岸 然而比赛进程却令人有些意外 全场占据主动的是日本队 中国女排显得有些不在状态 最终失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 球迷自然非常失望 纷纷发声批评中国女排主教练泰斌 随着风波不断发酵后 就在最近中国排鞋 在零点发布了最新消息 中国女排球迷直接攻陷评论区 引发巨大争议 在这次比赛结束后 中国排鞋在零点左右 发布了中国女排此次比赛的战报 透露中国女排1比3输给日本女排 这个动态一时激起千层浪 很多中国女排的球迷 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大部分的观点都只有四个字 蔡斌下课 看得出来不少球迷的情绪非常激烈 大家非常生气 认为主教练蔡斌耽误了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整体的球员素质 比日本女排要好很多 不管是球员个人的单打独斗的能力 还是球员的身体素质 都比日本女排要强得多 为什么最终会输掉比赛 主要还是因为蔡斌在用人方面 出现了重大问题 首先首发阵型和前面两年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依旧是李莹莹 王云露 王媛媛 这些主力球员首发 战术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此 日本女排教练组早已看透了 所以比赛的时候 多次重点针对中国女排 我们只能疯狂吃扁 除此之外 在中国女排被打乱心态 出现波动的情况下 主教练蔡斌却没有临时叫停 后续叫了暂停之后 蔡斌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布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比赛基本上靠着中国女排 这些球员在扛 到头来 自然很难取得比赛的胜利 对此 很多球迷都认为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纷纷要求蔡斌下课 当然 从目前来看 虽然很多中国女排的球迷 攻陷排协评论区 但是按照当下的情况来看 主教练蔡斌下课 是暂时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一次接下来中国女排 还要征战世界女排联赛 后续如果进入奥运会 还有比赛要打 蔡斌只要带队进入巴黎奥运会 就暂时不会下课 后续还要看一下 蔡斌在巴黎奥运会带队 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表现 如果在巴黎奥运会 惨败小组出局 后续等待着蔡斌的命运 估计会是下课走人 只能寄望于蔡斌通过此次 输给日本队的比赛 吸取教训 在后面迎战泰国女排 和意大利女排的比赛 做出调整 帮助中国女排绝地反击